欢迎收看 说实话是双方最大的冒险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助理主持人 薇薇 薇薇薇 收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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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说实话 我是秋文 大家好 喂 我们现在讲什么 我们现在主意是 亲爱的 我真的可以对你说实话吗 这个是一个很奥妙的一个题目 那个 薇薇薇你会跟你老婆说实话吗 看是什么事情 你什么事情不会说实话 心虚 不是 都一样 大概都差不多 都一样都不说实话 大概都差不多 比如说身材啦 嗯 他选的衣服好不好看啊 他的妆化的怎么样啊 这些都最好是 持中立的态度 没有 中立要偏颇他 对对对 最好说善意的谎言啊 嗯 对不对 这种都没办法说实话 对啊 说实话很残酷 那给自己找麻烦 你有说过实话他生气吗 有啊 就是身材嘛 你说什么 最近胖 最近 就是没有我就 那时候我说 你最近胖了 酒少喝一点 嗯 不高兴 其实你是提到酒这个字 对 不是 我不是说他出去喝酒 他在家里也是爱喝 尤其是啤酒 嗯 冬天这么冷了 还喝啤酒 哇 那就是有酒饮了啊 非常好 因为他喜欢啤酒 哪有血奔呢 我跟讲 喜欢唱快一下 那你家喝香槟 人家啤酒很容易胖的 家喝香槟唱快 香槟 可贵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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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我在买 那亮哥你 你有讲实话惹闹另外一半 我跟我老婆永远讲实话 真的假的 我绝对不说谎 这句话就最大的谎言 那你有惹他生气吗 蛤 你有让他生气吗 因为你要知道 他说哎我今天这个衣服怎么样 买的好不好 买的好 正确你穿就对了 嗯 这种实话要每天说 实话和好话都不一样 对 而且一个女人想想看 为我们生儿育女 到了一个年纪 对 而且我也到了一个年纪 我就更喜欢那种 比较风云的身材 哎呦 所以他那种身材 我对我来讲像杨贵妃一样 我当然要称赞他 太假太假太假 那虎卫你又说你老公生气哦 是他出国嘛 然后 他就打来回来问我说 那你有没有什么想要买 我刚好在逛那个什么 有什么名品店有名牌 他说那你喜欢什么衣服 我帮你买你这样 我说不用不用没关系 我说你不会买我的衣服啊 我知道你跟我讲几号啊 因为你常买那牌子 我知道啊 你跟我讲size几号 然后大概什么 我就知道啊 我说不用不用不用 你不会挑 我不知道 那有的那个料子不一样 那可以啦 我就照那个 那个卡大楼上面 那个选就好了嘛 不用不用不用 真的不用 哎呦不行啊 你品味那么差 你不要帮我买啦 哇塞 你会差 完了 当场就翻脸了 啊 不要买色 烟老大 我最近 他现在已经不狠了 不狠啊 做妈妈又重量了 我杀气都没了 好讨厌 一个月后我要早回来 那你最近一次跟老公生气讲实话讲什么事 我最近一次是有上一个友台一个节目 然后那个节目很爱就是不要包包嘛 然后他就说哎呀我跟你讲 你今天怀孕我真的是太恭喜你太高兴 你一句话 你一句话你说多少就卖多少 然后我想说三万八都流标 我就随便讲 我就说那一万五好了 他说好啦卖了 然后一个六万的包 我用一万五就买到了 他就想说哇 那应该是我的baby代财才对啊 我就回家很兴奋的就火速跟老公讲这件事 那他是这样人眼这样看过来 你是去赚钱还是去赚钱 手汗他只知道你出了一万五就对了 对 然后他的重点也不是在钱 因为他其实也是会买一些名牌包给我 他就觉得说你出门目的是赚钱 你就不能回来跟我说 你不但没赚他钱还花了钱 他们这个标包包有时候会call out给老公 对 call out给老公 老公我要买个包啊怎么样 你愿不愿意啊 你答应我吧什么之类的 Vicky后来是直接跟我讲 我今天我会call out给你 但是你不要去他 我一开始不知道干什么 原来是标包包你知道 不要接他就可以自己做主了 因为我一定会阻止他 这样子啊原来知道吗 不行你不要接他就买不到 不是他本来就打算不买 所以叫你不要接 他叫我不要接 然后他就说我买也就对了 所以要我们觉得对了 哇靠 可是Vicky姐很紧紧的 他上一次 他买了一个送 厉害 他好人他买了一个送你 对他不要一个送送 我的天 又来了 徐哥谢谢 徐哥谢谢 你现在感情叫圆外 大善人 大善人 而且Vicky姐标的还说 这是我要送眼力庭怀孕的结婚 那个怀孕的结婚 那个怀孕你 那一集是送公益 好像七八千块 那也是钱耶 小case 徐哥 他刚刚有停一下 我觉得不止七八千 应该是七千加八千吧 对 七千乘八千 哇塞 哇塞 跟Vicky姐聊天嘛 他就说 你那个前几个月孕吐啊 你要好好补一下 我说那姐我应该要吃些什么 他说你去吃燕窝啊 你吃那个 那个 那个 洪小蕾他老公 王大哥 他说你去吃王大哥他们家燕窝 我说那要怎么买 他说 你家地址APP给我 我说那多少钱 他就 你不要这样讲 我怨我怨我都没死啊 奶给我吃啊 你吃 你吃 你吃的 你让麻藏我 没有麻藏我 那是那个耶 你应该可以把你去炸 大赛人 有在做良心事业 他在帮你积德 对 钱是小事啊 你不要怕 光阶善缘 帮我做人 功德无量 徐哥 是真的 我在羡慕你 那个阿迪 你有吃得过你老婆 有啊 我觉得女人都一样 只要身材是绝对 对身材是第一的 然后偏偏我 我又跟小杨哥一样 我都是 对我老婆都实话实说 而且尤其我老婆生第一胎的时候 他从 原本45公斤苗条到不行 然后生的时候 那个 妇产哥医生跟他讲说 你现在还年轻嘛 就多吃一点啦 千万不要醒 就 到生完哦 已经生完哦 胖了将近30几公斤 从45变成70几 那也太货了吧 二十几公斤 原一体很快 三十公斤左右 将近三十公斤 然后就 有一阵子他今天发觉说 我为什么都 就不碰他这样 然后就没有 就最近比较累 工作很 一开始都还会 碰你也会想到白云 这样 一开始都还敷衍过去啊 这么松 有一天我就 真的 晚上睡一睡 我就突然惊醒 我说旁边怎么躺一只熊 哎呦 好坏哦 然后我就 用我的iPhone 我就拍他的背影啊 然后有一天 他看我手机照片 然后滑滑滑 这 这谁啊 怎么会这么大支 我说 你不知道这谁吗 你要不要去照一下镜子 哎呦 看一下你的背面 有没有觉得很爽 我好想护打他 真的 好坏哦 然后我就很贱啊 我就在他后面说 你看 你看 你这样看得到我吗 我说你现在就 只差没咬一颗橘子而已啊 然后马上 发表 你知道吗 这哪能问 你好敢讲耶 咬橘子 这招真的有用 就是刺激到他不行之后 他瞬间不到半年 马上瘦回去 然后没多久又怀孕 那可能是你老婆个性好 这要因人而已啊 就只有他瘦得了我这样 一直跟他一直戳他 他才有办法一直直播 对啊 要不然我脚就完了 你会练痰而已 心中秘密不隐瞒 真心话令人闪眼 每件事 我一定要跟你说一下 谢谢 好险像上 我上不起 真的上不起 我想你 想你 想到浑天黑地 电话打给你 美女留在你怀里 我恨你恨你 你恨你恨那心 你恨你恨你恨那心 你逛不吃饭吗 我刚才有没有讲过实话 气到你们 我最近不是 那个怀孕 然后就胀奶嘛 你需要刚刚故意鲜一下吗 对啊 怀孕怎么样 三四个月 就是生完才会胀奶了吧 没有啊 现在就会胀 没有啊 现在就会胀 开始变胀 对啊 对啊 现在就会胀 然后我就已经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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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胀奶 然后呢 就反正 我不想讲 讲了讲了讲了 有滴的 有滴的 来给你 就反正就是胀奶嘛 然后有一天就很开心 然后就发现 真的好像有一点 我就跟他说 老公有没有发现 我就是最近胸部比较大 嗯 他就 那个 观察了一下 然后就说 欸 好像有欸 嗯 然后就很高兴 我跟你说 我之前那个内衣啊 就是穿起来就刚刚好嘛 然后现在我就觉得 整个人家要满出来 要炸了 嗯 然后他就默默的回了一句话说 你之前 好像也没有刚刚好吧 好解 然后我就 我 我告诉你 这绝对是他真心话 是 我二话不说就把那一剪 这个也包含在我们来讲 身材之内 对 不能讲实话 你把那一剪喔 剪烂啊 因为我已经炸出来 我炸出来 我需要买件新的 那今天呢 我们首先第一棒妍妮婷 妮婷来挑战一下 真心话大冒险 哦 你要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对 选一个 我要 大冒险 大冒险 因为真心话好可怕 那大冒险要讲什么 就是因为我最近很想要换车 那我老公是一个非常节省的人 哇 他觉得 先讲你想换什么车 我想换就是 X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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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那么 你要去撞人是不是 不是 那个好几百万 那后面可以放很多扁钻 这样告诉你 喂 喂 他会叫 他会叫 没有 那台连强贡都 都伸进去了 如果小孩伸出来拿着扁钻 他很贵 他很贵耶 你怀孕的时候 你希望有个比较大的车子 对我想说以后我打算伸两个啊 你安全啊 对啊 开个十年也很好 开十年就滑得来了 对啊 没错 我相信他可以让我们开始 你有去看过车吗 就是都看过啊 偷偷默默的带朋友去看过 然后也验过 也试过 验过 试车啊 你有没有跟他提过X5这台车 在路上看到我就说 老公你看那台车好帅 我觉得我好像男的他女的 就是他都不懂车 然后我在那边讲半天 OK 所以我现在想要跟他说 我已经订了 好 好 好害怕 是 是 好大冒险 我没有那么有种 不是 他等一下他老公如果过的话 他等一下收工马上去订 因为他已经在节目里讲定了 诶对啊 说不定他答应 诶真的 他今晚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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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答应我等一下请大家吃饭 诶 诶 我跟你讲 他今晚要比赛吗 要练球 因为你说为了小孩 为了全家 嗯 对 喂 喂 呃 你要练球了吗 练球了吗 是哦 诶我跟你说 我刚刚不是录影吗 嗯 然后录完啊 就不知道为什么 就经过那个 B&W的门市 然后啊 可不可以 B&W 就是 经过那门市 然后 我之前不是在路上看到那个 之前不是在路上看到那个什么 X5 你知道X5吧 就是休旅车 然后我不是跟你说我真的超想要那台的 哦 然后啊 就 反正老天爷指引到我去门市了嘛 我就进去 顺便 问了业务 市场临近啊 对 那个车的那个价格啊 性能啊 然后 刚刚这么臭巧 他就有一台车可以让我开上路 就是试车 然后我也试了 就跟我宣传一起 然后宣传也拍手叫好 就是觉得 应该是要买这台 加上我们明年又有龙子 对不对 龙子做B&W 哦 透懂耶 所以 不瞒你说 我就一时太开心 我定了 你定了 对 不是跟你讨论好了 车 现在有小孩子 现在要求他的费用了 费用了OK啊 没费用就没费用的养啊 没有费用的养 那养一个小孩子 会花费多少啊 就也 你负担得起的那个车费啊 我又不是买那种康哥那种车 就正常的那种X5的车 讨论过了吗 蛤 我不是讨论过了 现在要缴房贷 又要筹备小孩子的 那我已经定了耶 你怎么定的啊 就先给他10万啊 然后他就开一张订单给我 成金哦 就 就订了啊 可以贷款 然后我们那个 舊的车就 把它卖掉 然后拿来先付什么 贷款之类的 一个月 一个月 对啊而且零利率 一个月四五万就OK了 四五万就OK了 嗯 嗯 差不多 然后你看小孩出生就可以 在那个X5里面换尿布 安全 哦对 而且我跟你讲 那个车性能很好 之外它非常的安全 就是我们可以尽情的标准 不是 尽情的开 开车 然后他可以坐在那个 付六年就付完了 安全座椅上 就是很安全 对 然后 付个几年就没了啊 然后我们不是打算 两三年后再生一个嘛 就是一车 刚好四口 多么的完美 喂 不讲话 随机 不行不行不行 可是我已经 那你那你小孩子 你要什么 给他很好的那个教育基金那些 就都没关系 多跑点通告吧 之前就跟你讨论过了 我们现在的目标是小孩子 跟房贷新把他用好啊 之前也讲过 因为之前想换车 有跟你讨论过 你有讲 你有跟我讲过啊 我们的不是都给你讲好了 那我现在十万给他了怎么办 就打不会了吗 应该没办法 因为他们那种高级的 签字啊 对啊 应该是一句话 就要那个 那 蛤所以 所以不能 所以不能 不 你今天给他们 不然怎么办 蛤什么 啊 你今天给他们啊 所以你的损失十万 不要让我买 不是说 那你买不买的问题 你现在问题是房贷 还有小孩子的基金 你都要去想啊 不是说 车子买下去 你又不是说以后租车子 不然你把房子卖掉 去买这支租车子就好了 那 好啦 那我去把十万抢回来 抢回来 好 喂 喂 我康哥 我康哥 你不愿意拿他买 不可能 之前跟他讨论过了 太过分 对不对 对啊 你个女人怎么这样 火上加油 什么 要不是怀孕的话 早就揍他 对不对 如果我是看这个地位 我就会让他买 不要这样讲 对不对 要不是他 要不是他 这样好了 现在他怀孕也不行 不然现在他出来逗牛 逗赢你就拿他买 对不对 是不是 那我 会让他呢 不要让他好不好 不要让他 然后那个 等一下练球 对 我现在开始要练了 好 放心 他还是会买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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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录影啦 没事你好好练球 不要受伤 好 好加油 对 拜拜 好拜拜 他一定整颗心 他一定很爽 你不跟他讲 我跟你讲 等一下 真的翻脸 你会觉得他声音都变 他打教练 而且不讲话 你不要重构就好啊 对啊 他不爱重构啊 这个男人很奇怪 对啊 可是我觉得你老公不错 脑袋很清醒 对 先房贷 然后儿子的教育基金 什么重要的先摆在前面 为老公往日情 男儿个性展现无遗 我是直接叫他找照片给我看 我说 然后我就 乱失望的 你是男的 不是 就反正他就说没有 可是他以前身材很好 就是有D罩杯 哇塞 他讲到D罩杯的商人 完了 完了 怒火 我说那你现在觉得D比较好还是B 他就说B好 B真的好 你们真的很在乎这件事情 而且他那个脸 我属都没有庇佑 国库都没有庇佑 国库都帮忙 女生有时候会如老公们讲实话 对不对 那有没有老公讲实话 你们又生气 像比方说 你知道 就是 在拍拖谈恋爱的时候 一定会问他 你以前女朋友的事情 什么 这种 这我超爱问的 对对对 这种就是例行公司一定要问的嘛 然后啊 然后那 他就会讲 然后我 那我老公以前就是 他 我认识他的时候 他那时候刚从加拿大回来 然后就很臭屁啊 他就跟我讲说 哎呀 那个加拿大那边 好多那个各式的人种啊 什么什么什么的 然后很臭屁这样 那我就说 那 那你除了像 像我们这种 中国人之外 东方人 你还有教过哪一种啊 很多啊 然后他讲说 我以前有个 那个韩国女朋友 长得超漂亮 我说 韩国人 你也吃得下去哦 韩国人不是都这样吗 我说拜托 你有没有搞错 然后我说 而且韩国女的化妆都超浓的 然后 然后我说拜托 而且那种 在国外的那种韩国女生 都很野 就是 很很很 像脱江野马一样 然后我就说 拜托你怎么讲 他就想说 没有 他以前女朋友真的很漂亮 然后我跟你讲 那五官很精致 很像洋娃娃 然后什么 而且非常温柔 然后他们家环境有多好 这女生气质有多好 什么什么 就讲一堆 反正就把他 把他说的那种 天上有地下舞 然后我就说 你 都是听你在讲 他说真的 不信我拿照片给你 哇塞 中了你的招了 然后 就去抽屉里面 翻出来一小张照片 然后我就拿来看 那 你知道我们还 要一点面子 然后又不好意思 当场那种 我看一看 对啊 这长得还 不错很漂亮 然后他就这样 你看真的很漂亮 我没有骗你吧 你看真的很漂亮 我说可是你知道 那照相还可以修片 什么这样 没有他真的很漂亮 我就说 可是韩国女生 你要知道 韩国的整形技术有多好 韩国女生 真的各个 都是 脸上都有 都有动过 怎么讲 然后呢 他就很认真地跟我讲 没有 我跟你讲 他绝对没有整容 因为我去过他家 我认识他这么多年了 我跟你講我去过他家 我见过他妈 他妈就长得 他跟他长 他妈 他跟他妈长得一模一样 我说 那当然 他同一家做的 怎么会不一样 对 其实 其实已经不是整容的问题了 对 你是气到他这个说实话 对不对 嗯 没有我是气到就是 你怎么会没有 那你娶她 那没人干嘛不娶 不娶她 那已经来不及 因为小孩生了 这种话不能讲 他用亏本 真的 那严林你也会问你老公 有 我爱问 你问什么 而且我是直接加 胸部 你的铁屑 对不对 对 本人的keyword 你问他什么 我是直接叫他找照片给我看 然后呢 都不用问 我就说现在Facebook这么流行 我就说你找他的那个照片给我看 然后就是他找到一个是他 以前年轻的时候交的一个 就是那种很多年轻 他还找得到 对 因为那个人发现他出名之后 有来找过他 是 就所以找到了 然后就反正照 然后弄一张比较清楚的 一点开 不是渐渐模糊 渐渐开始清楚那一刻 我说 我说 我说你娶到我 真的是八辈子的荣幸 真的 我说你这种的 我真的 我跟妳说我真的哑口无言 我真的不是 后来那真的吃不下去 然后我就 他突然失望的 可是男的 是 我想过来 对啊 很夸张 然后他就说没有 他那时候年轻时候不是这样 我说 拜托 他这样子在提前个五年能变怎样 难不成林志玲变这样吗 你敢赔 就反正他就说没有 可是他以前身材很好 就是有第一道背 哇塞 他讲到D罩杯上的 哇 完了完了完了 完蛋了 才要地雷 弄火上身 牵手观音 B整个人给他来 火超大 然后我就说 哦 什么罩杯啊 他就说 D啊有时候会 我整个人就弄火 我说 那你现在觉得D比较好还是B啊 他就说 D好 D真的好 你们真的很在乎这些事情 就是你不能夸除了我以外的D 那是以前的事啊 而且他那个脸 F都没有屁用啊 重点不是那个 你们自己要问男生以前的事情 那男生觉得以前的事情 没什么不好讲 然后讲出来你没有生气 不是他那种态度就是一种 诶 他以前是D耶 然后是我马子 那种感觉 你知道就是 感觉站在他那边 我怎么好像男的 不要再问我 下一位 好 那个接下来 亮哥 你要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好刺激哦 真心话好了 哇 真心话 哇 真心话要真的真心话 狠的 你要讲什么 我最近做了一件事 所以 我觉得 有需要跟我老婆稍微 坦诚 要跟他坦诚一下 对 因为有时候 这个良心不太好 会 结了婚的男人 真的假的 虽然我老婆对我 不就很 因为他现在常骂我 说我是 只剩下呼吸作用的男人 哎呦 好伤人啊 直接打 亮哥有小三了 不是 有小三还好解决 真的 喂 还按哪一个 直接讲 直接讲 喂喂 喂 老婆 喂 喂 你在学校是 没有啊 在走路啊 结婚小孩了 接到小孩了 嗯 有一件事 我一定要跟你说一下 什么事 那个 你知道 那个保险箱 上个月不是有个十万块吗 对啊 那你说 那十万块不借的 是我拿的 没错啦 但是 我是骗你说 我借给朋友了 哎呀 他要还的吗 没有 那个朋友是不会还的 我吗 因为她 是我的前女友 因为她最近身体不太好 家境也不是很好 那我不希望骗你啊 因为这个钱是不会还的 那我希望你谅解 我 我有时候人都是这样 这次曾经 我的前女友 为什么会打架给你 对 她就 就就 知道我的电话 她就 啊 我没有找过她 我没有找过她 真心话事太严重 小亮哥能否圆满解决 谈前生的琴 老公两样琴 她其实是要跟我调150万 调150万做什么 正义上面有点困难吧 需要周转 正义上面有困难 你还要把钱钱给她 你以前做过这种事情 我让你上了好几次 可是你的钱就我的钱啊 我的钱是 你的钱跟我们儿子的钱 这个我承认 但是不是别人的 我光不吃饭吗 你为什么会打架给你 这个 她就 就就 知道我的电话 她就 蛤 我没有找过她 我没有找过她 她问到我 从朋友的妹妹 问到我的电话 然后需要我帮忙 那她 平常讲 平常也很少跟人家接触 也没什么朋友 她唯一能想到的朋友 也没有几个 那她 而且这个十万也不是小数目 就在过年前 所以她就跟我开口 那 人都是这样啊 她虽然 我们 还是就是这个 过往这个大家 但是 我觉得我还是 很跟你诚实啊 因为这个钱是不会再回来的 所以 我怕你就说这个钱 你的朋友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那 希望你 不要生气 十万块也是一个数目 我知道 我会在 那你干嘛 我上次问你 你为什么不说 我不敢说啊 那干嘛现在说 现在 不说 我怕你又到处一直在问啊 那钱什么时候回来啊 钱怎么样啊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 夫妻不要有太多这种秘密了 我觉得跟你对对你诚实 是一个最好的办法 不要生气啊 好不好 那她会不会再打给你 没有我跟她讲 这是 不会不会 我跟她讲说是最后一次啊 这个 就仅止 不是仅止一次啊 以后没有了 我说我只能帮你这一次 以后不能再找我这个帮你嘛 我也不会再帮啊 我跟她讲了很清楚 就这一次 因为她从来没有 以前也没有叫我帮忙过啊 我没有那么的有钱 没事十万块不会花啊 出国不会带出去玩啊 所以你相信我啊 是你下礼拜去台中 会找她吗 不会 不会 我是去台中监狱表演的 跟这个无关 不会去找她 你放心 我希望跟你讲的意思是说 我跟你之间 不有任何的秘密 我也 你知道我藏不住秘密的人 所以我跟你说 所以我告诉你 你回来呢 你就给我十万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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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督亮的 我跟我太太時間不會有秘密 我不希望夫妻有秘密 我們結婚已經16年 所以我們只有倒吃甘蔗 感情越來越好 女孩子會放在心裡 後面還有幾十年 他沒事年夜飯就來了 年夜飯20萬元 這沒幾個男人敢說 會 會 我老婆不像他們一般的女生 我老婆真的這樣 她是很阿沙哩 好了算了不要了 然後就 她也不會 她就 比如說我現在回去給她10萬 她以後就不會再 不會再提了 不會再提對就是 真的嗎 我太太就是這個了不起 她抓男人的心就這點了不起 她也許會諷刺你 會搓你一下 但是她不會 就是重提 就是重提她從來不幹的 不把救贈 她不會說你以前你不會 她不會 因為這沒有什麼好提的 提這個幹什麼 再去殺 但是她講 有時候她講過還是很傷我的 對 因為她在做家事 然後看我什麼都不知道 她就講 你看看你 只是要呼吸了 什麼都不會 你老了怎麼辦 哇靠 那個多受傷啊 可是 可是嫂子不會救世重提就厲害 她一定要學 那剛剛這件事情 如果是你們老公做的話 會生氣了 兩個都會翻臉 一定會啊 我說實話 可能我會做這件事 我老公可能她不會借 就是 對啊 因為你老公的老婆是你嗎 哇靠誰敢借啊 誰敢 你欠他10萬是不是 然後第二天回來 開兩胎 我想開黑一點想開白的 然後直接走不掉了 好像沒話講 漂亮 這個台灣聯盟打完 還去打菲律賓聯盟 反正倒是亂打 就每個聯盟都有抽 在那邊打這樣 漂亮 永遠都是賺了還是上場 對 OK啦 康哥滿了解我們的 不過我們還是很佩服小亮哥 上升不利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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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太太真的很棒 不管是你跟嫂子 兩位都很棒 嗯 接下來是誰 接下來是誰 接下來胡貝林好了 好 來一個 那大冒險 大冒險 大冒險好了 我就知道 他一定不敢玩真心話 對 只能夠講出來得了 真的 我今天可不可以睡同內 放回去 是的 痛了 好了 喂 喂 喂 老公 你在忙 還好 年中 年中 在座上 什麼 那 嗯 我 我跟你講 那個 就是 我有 有一個好朋友啊 就很久沒有見面啦 可是 嗯 他今天就打電話給我 那我是想說很久沒有見了 我想說是什麼事情 就跟他聊了一下 那 那 他其實是要跟我 調一百五十萬 調一百五十萬 做什麼 嗯 他是沒有說得很清楚啊 可能 那個 他先生生意上面有點困難吧 需要周轉 生意上面有困難 你還要把情緒給他 沒有啊 就是 欸 他 認識這麼久 第一次跟我開口啊 我不認識他 問題是 就是 我知道你不認識他啦 他是很久以前的朋友 可是 他人真的很好啦 他 他 跟我說他會還我 他要還你 嗯 他說他一定會還的啦 他是說先幫忙周轉一下 問題是你以前 以前 很多 你的朋友跟你借錢也都說要還你 到最後是怎麼處理 你也知道喔 對不對 那 那不一樣啊 那不一樣 那 以前那朋友就是 不是啦 以前人家跟我借的時候 那時候我沒有想清楚啊 可是這次真的 這次真的是很好的朋友 不是我知道 欸 我知道是好朋友 但是問題是 你對他了解有多深 這麼久沒見面 對 而且他在做什麼 他說生意都要中算 我也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就是 他是一個不容易給人家開口的人 那他跟我借就一定有原因啦 他跟你借一定有原因 他 不是 欸 我跟你講 明年景氣看起來應該不是太好 你如果現在要動這筆錢出去 你要去考慮一下 對啊 你要考慮一下 我是跟你講 我是跟你講 以前我們發生了很多事情 借錢給人家 人家 時間到了 拖再拖 你在家裡頭 你也是一直常常來抱怨這種事情 那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現在 就是 其實我真的不認識他是誰 然後要拿一筆錢出來 150萬 少不少 但是也是一筆錢 可是那 那你的意思是說 你不相信我 你覺得我不會看人啊 我就跟你講說 這個真的是很好的朋友 就是 我已經跟他講說 我要借他了 你要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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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 你要借他的原因是什麼 那你要先告訴我 沒有他說他說三個月真的一定會還給我啦 他說三個月真的一定會還給我啦 三個月 明天會發生什麼事都不知道三個月 他有沒有簽什麼東西給你 保證什麼東西 什麼都沒有 你就答應人家 你以前做過這種事情 我幫你拖幾次了 至少兩次 我不知道這次如果這個再發生的時候 我要怎麼散後 別忘了 什麼叫怎麼散後 那 那什麼意思 那如果人家不還我 那你就陪我 你之前不是就有這個樣子嗎 對啊 是不是 因為那是你的私房錢嗎 可是 我相信 我相信你現在要動的又是你的私房錢 你的私房錢我從來不過問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拿著你的私房錢 等一下又損失了 那損失的話怎麼辦 可是你的錢就我的錢啊 問題是你不能這樣講啊 我的錢是你的錢跟我們兒子的錢 這個我承認 但是不是別人的錢 對啊 那本身就是 你要是要把我們的錢拿出去給別人花 不是給人家花 是借人 不是 我們是在做好事 你借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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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錢借出去你心裡就要做一個準備了 這個錢可能就不會回來 要不然你沒有這種這種打算 千萬不要把錢借出去 啊 好啦好啦好啦 我跟你講啊 要借錢那是康哥啦 康哥 哪個康哥 我住你家對面的那個土中康 喂 小康 我是你們鄰居嘛 對啊 怎麼了 沒有啦跟你開玩笑 因為我們在錄影 我們要試試看說到底你會不會答應這樣而已 這樣子喔 對 如果是想要你的話 我應該說OK啊 謝謝你 謝謝你 我們有見面的朋友 我知道我知道 不過剛才喔 你這樣子分析對不對 我們每一個人都 訴大目指 認為你講的對啦 我是很實際的 對 你講的非常對 而且呢 我覺得湖北人要聽下去 尤其前面兩次這樣子扯爛屋喔 讓你來這樣幫助他 我們覺得你這次的決定是非常正確 而且你是個好老公這樣 謝謝謝謝 尤其你講那句話說 我們的錢是 你跟我們兒子的 那句話喔 真的大家都感動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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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們那個 我跟你講 現在我跟你講 有看我們這一集都會說 你是個 好老公 有責任 然後有擔當的好老公 我們現在在錄影喔 我們現在在錄影 好 那我 好 好啦你再忙 你就趕快去忙 謝謝你喔 謝謝 不要生氣 不要回去跟他吵架喔 沒有啦 不會啦 不會啦 掌聲鼓勵 阿姬老婆出狠招 妥中坑想拐騙被打槍 為什麼談那一家去酒店 我要的是靈感 有時候靈感不是 在家裡就會出現的 有時候我是要出去看東西 你臉上超對的 你如果 你如果要到這裡 我別人在臉上 聽說是你馬上就說好要借 不是 對啊 不是 他知道你有錢還耶 不是 不是這樣講 不是這樣講 好不好 你要接一下阿迪 阿迪 阿迪最後一棒 阿迪你要 阿迪已經變三個都過關了喔 真心話 真心話 好好 大爆型好了 近一點 好 這差不多這樣對 喂 喂媽咪 欸 我今天去開會 開會 然後跟製作人聊一下 然後他就覺得 就是我從結婚之後啊 就整個生活都太居家了 他希望我要再外放一點 然後不要再把自己 蛤 就是不要再把自己關起來 就是要多出去走走多出去看看阿 對啊 所以我想說 為什麼要 為什麼要 我還沒講完嗎 你當我講完嗎 對 蛤 我說就是要讓我多出去走走阿 那比如說就是跟朋友要常出去 就去看看走看看阿 比如說偶爾去喝個酒阿 對啊 不要每天都關在家裡 那就算這樣子對創作也不會 就是自己閉門造劇會變得不好 你在家裡現在很久阿 為什麼一定要在外面喝 可是就是 去外面那個感覺不一樣 在家裡有小孩會吵阿 對不對 那你每次喝的時候 小孩都已經在睡家 怎麼吵你 可是重點是我要出去跟朋友聊天阿 然後就是聊一聊 就是接受一下現在 時下的年輕人的訊息 朋友來家裡喝 對啊 不是這樣嗎 就是你叫朋友來家裡喝也 也不行阿 人家晚上也要睡覺阿 哪有 怎麼會不行 我如果找我幫朋友說 因為我不能出去玩 因為我要哭起來 那你們來家裡喝 都說好阿 但是因為你只是要玩 可是我要的是靈感 有時候靈感不是在家裡就會出現的 有時候我是要出去看東西 而且而且像這些小村也常說 如果我都不出去 那有時候有些老闆要去酒店 要談生意 那我都不去 那很多Cats都接不到阿 為什麼談生意要去酒店 你看人家小豬賺那麼多錢 他是去酒店賺來的嗎 誰說今晚要去酒店看看而已 不一樣阿 而且我 我從跟你在一起之後 我都沒有出去玩過 而且我都沒有去出去見識過 那你沒有去見識過這些東西 你怎麼會知道 要怎麼去寫社會的現實面 然後跟一些東西 在創作上面沒有東西可以參考阿 所以 那我只去這一次好不好 好不好 一次就好了 可以嗎 去哪裡 就可能跟朋友去酒店阿 或是去喝酒阿 可是只是純粹去喝酒啦 好不好 為什麼去酒店你才會有靈感咧 你看到那些酒店妹你才會有靈感嗎 那我看到小孩都不會有靈感阿 那 不一樣阿 每天看阿 那雖然你現在瘦下來了 但是那個靈感是 那個 那我去酒店小姐的衣服可以喝酒阿 好嗎 好不好 我 我 那我發現我也會懷疑你阿 我知道你是 全厚好不好 我剛問自己的時候 你就是喝醉酒的樣子 那你我不擔心嗎 那不一樣 那是因為我對你有感覺 但是我對外面的女生不會有感覺阿 因為我心現在就是都在你身上嘛 你臉上喝醉酒 你如果 你如果又到處 我別人的女生的臉 就他講我臉上的 我不會 好不好 那不然這樣 我帶你一起去 這樣可不可以 這樣總可以了吧 但是你做別說 我做別說 好不好 就你可以在旁邊就是監視我 但是就是 我可以就是 享受一下 你要是你去一次酒店 那我說可以去一次別的地方 比如說 那不然不成你要去Flight in 你叫他補補不要聽阿 叫你說不行 算了啦 你剛剛說開玩笑 你看補補說不要 沒關係阿 我們也會做不要啦 你好 喂 什麼 喂你好 你好 欸我同康 喔康哥 你好你好 那個我們今天是做一個試驗 就是看你會不會答應他出去喝酒 那你這個拒絕方法非常棒 你居然叫小孩子出來說不要 好 這個讓很多的那個家庭婦女們都學到這一招 我們現在正在錄影 好不好 好 恭喜你 你拒絕成功 拒絕得非常棒 沒有人可以這個 對 對 真的嗎 是的 那聽說很會滑拳喔 那加油 那我帶他去酒店可以嗎 不行 還蠻清醒的喔 OK 好啦那謝謝你喔 好謝謝 好拜拜 好拜拜 哇塞 酒店真的不行 欸酒店我們不能去啊兩位女生 可以去啊 我怎麼不能去 張豐去可以 我甚至帶我老婆一起去 酒家酒店一起去 就坐在旁邊我就喝了 你喝完喝醉 你幫我 沒有想他帶我去 他都不帶我去 帶你去 那小姐給你打怎麼辦 因為他自己也不愛 好尷尬 你幹嘛泡我老婆 我傻眼了對不對 我才不會這樣 但這是一種信任嘛對不對 對 OK啦 那個那我們就只能 你很羨慕喔 太羨慕了 太羨慕了 其實沒事還是都要去酒店 是萬不得已 對不對 做什麼事要感受到另外一半 就想辦法弄個生意做 就有機會去了 對不對 不用做藝人 做生意就可以去酒店 對對對 可是你們四位真的 真的 另外一半真的 跟你們感情非常好 都很好 而且都沒有翻臉 對 這是重點 沒有一個打翻臉的喔 裡面就這樣做又是嚴厲 硬要買的時候 這個X5 OK啦 不過今天就看到你們這個 夫妻之間的感情非常深厚 希望每一個電視機裡面的 夫妻們都要像他們一樣 互相信任 互相幫助 然後最重要他們都有 站在對方的立場想 對 這是最重要的好不好 夫妻是一體的嘛 但是那個 老公要不要說真心話 說實話 自己看怎麼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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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級食材吃下肚 一飽恐怖 荷包不飽 700塊錢 一片718 好像棉花糖喔 謝謝郭光芳 我此生無憾 三千 好 不要看 三千 不要看 那這個三千喔 我就是在那邊 跟三位講一下 因為女孩子不用 剛剛我們其實有在統計 你吃了幾片肉啊 那個 沒有問題 好 好